今天到了元素 那么来参观温言吴老师做的一个作品 四年前我就知道这个作品 因为我在日本东京也看了五十千套房子 那么像这么特别的房子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今天我们也非常有幸邀请到了 这个驻厂的我们的韩小姐 那么来给我们做一下项目的这个讲解 我对这个项目的印象就是精致和吸血 就是它基本上就精致到以利益为单位了 每一寸每一毫都是用足了形式 我自己做就方改造这么多年 在国内包括在日本 大家都一看就知道 就是所谓外行看热闹 咱们内行一看我们都懂 对吧 第二个印象就是吸血 因为这个位置就是在表参道和元素的中间 那么这个位置本身来说这个地啊 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公寓量 那更不要说这样的一个秘密组的一个公寓了 它因为总高不高嘛 户数也不多 一共就12户 所以像这么稀缺的这样的品种 货货就不会再有了 但四年过去啊 一方面我自己的知识 我自己的认识也在更新 第二呢 整个市场也在变化 对吧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它用现实啪啪地打了脸 就我当时说啊 Make it's like 结果确实就是 只剩最后一套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来看一看 这个最后一套这个房子 据说咱们项目所在日本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新的项目要开 对吧 是 这会有可能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等的话 还要等两三年 最起码还要等两三年 对吧 最起码还要等两三年 所以我自己是很期待的啊 再看一下我估计就拜拜了 不会 那接下来的话 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这套 205的一个真实面貌吧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大堂啊 那我们的物业的话呢 也是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贴心管家服务的 他可以讲三个国家的语言 英语 日语 日语 中文 中文 有的能讲中文 有的不能 对 但是有些是可以的 那我们整个二层呢 它一共有四户 那我们的205就是在这里 那这套205的房呢 就是我们身后这一套了 其实是我们Kita 是最后的这一套 我们的收官之座 那现在房子呢 是183平方 两房三位 两房三个洗手间 那我比较喜欢呢 是它的这个套房 是非常非常精湛 每次我有朋友过来看呢 他都是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套房 另外的话 一个亮点就是我们这里是一个全屋的一个地段 全屋地段 这个应该是在日本是没有的 而就只有我们这个 另外呢 还有就是 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套收官之座了嘛 之前物严物帮我们Kita设计过就是 全球独一无二的这个劳斯莱斯的药语 所以呢 我们最后这位客人呢 也非常信任啊 就是可以把那套劳斯莱斯送给他 所以那一会儿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这套房子的有什么独特之处 一进来这里是一个玄关 那这边是一个次卧 我们的这个卧室的墙纸 可以看看我们的墙纸都是日式和纸 那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区域了 那是我们的客厅还有餐厅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家具呢 是我们一直在合作的一个品牌 是意大利D&B的 我们的家电品牌也是我们比较爱用的这个德国进口美洛 我们的洗碗机啊 抽油烟机 还有我们电磁炉 包括我们的烤箱 蒸箱 以及红酒柜啊 等等都是用的是这个牌子 那整个格局看上去是比较这种 我觉得是比较低调的这种奢华感 对不对 坐坐 看是很不错的 你自己觉得这道房子 你自己 就完全从个人的角度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 对他的一些评论 明治神功 戴戴木公园 所以如果喜欢这种修身养性的朋友来讲 是无疑是最好的 那另外的话如果喜欢购物 那我们也可以去到表参道 那么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新宿都行 刚好是位于这两个地边的中间 那去到哪个地方大概也就十分钟左右 也就可以也可以到的 所以生活的话出行都是很便利 而且我们的这个物业管理也很好 我们可以帮我们的业主去订火车啊 如果他送洗啊 我们也可以帮助他 就是比较贴心的管家事服务 会让你省去很多的烦恼 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就是不是还有一个惊喜大礼吗 我们还有买豪 买我们的豪宅送豪车 对 那我觉得从什么方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项目也是我们的威武设计设计的 那可以整个项目都充满着这种日式的产益 从一进门就能看到我们的竹子 在那里摇一身之 会看上去我们的私密性还是比较强的 在这里 所以如果比较不喜欢那种很嘈杂 喜欢那种安静的客户的话 他真的是会很喜欢这里 这个项目起名Kita 这名字有什么讲法 Kita 因为这里是Kita Sandal嘛 所以我们叫Kita 对吧 我们这边是那个北参道 它是我们位于北参道这个地方 所以叫Kita 但是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 我们给它取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名字 叫竹蜜 就是因为有竹子去做的 然后会觉得说是比较静意的感觉 所以叫竹蜜 5500 坐一下就500公里 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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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